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亏太父多年栽培 利益今日才得太子之位 这一切都是殿下自己的功劳 微臣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可皇后一向猜疑不定 这立储之事上更是左右摇摆 不知今日为何如此坚决 世人总有软肋 她做了亏心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听太父的意思 皇后为我禁言是另有缘由啊 我跟她做了一桩交易 交易 昔日 圣上最宠爱的妃子 乃是南昭的安月公主 也就是后来的安贵妃 可安贵妃 不是因为南昭叛乱一事 受到牵连 早就死了吗 安贵妃可是遭了皇后的陷害 流落民间 最后才会惨死啊 没想到 皇后不仅害死了母妃 要害了安月公主 安贵妃母子被除去 等我手上还有一封密信 是皇后陷害安贵妃的证据 当年这件事情 还有何人知道 萧格老 这个老狐狸 她是早有察觉 她自己虽然从未出面 可她的女儿萧如意 却是三哥的左膀右臂 会不会 所以 从现在起 对萧家 一定要严加防范呢 东宫之位 终于有了着落 朕这颗心 也终于放下了 恭喜皇上 皇上 来 皇上 朕想起了安月 若是朕与安月的孩子还在 皇上 安贵妃之事 的确令人痛心 朕愧对于她呀 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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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茶茶 真的是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现在 要么是唐清风死 要么 就是你死 婉宫 论野外生存 还是你们地球原载好 你大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 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 你是不是杀过很多人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是害怕了吗 不是 我知道你杀的都是坏人 如果你不杀他们 遭殃的就是大唐的百姓 我知道 战场上生死一现 殊不知 百姓安乐的日子 是用了多少兄弟的鲜血换来的 再经历了那些 夹缝中求生死的日子 就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死亡 待活过来 就什么都不畏惧了 真的什么都不畏惧吗 连死都不怕 生死有命 害怕 根本无济于事 我违愿大唐国泰弥安 只求 结甲归铁的日子 能早些到来 你看着我干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今日的清夜 与往日有些不同 哪里不同 我感觉 你今天特别地听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大哥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你这个人真奇怪 我以前不听话的时候 你就说我没有以前 那么直说达理 我现在听话了 你又觉得我不对劲 你到现在是不是还在怀疑我 根本就不是你妹妹 大哥并非是怀疑你 只是 你为何要叫我派鱼 你和二牛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我不是故意的 清夜 我只想确保你万无一失 你我之间 没有什么很隐藏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去在这躲着 哪也别去 不行 外面太危险了 放心 唐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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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们是新族村的人 先前与小妹 幸得你们族长相救 甚是感激 自问我们并没有得罪贵村 可你们却又为何 要暗中偷袭 移民 糟了 调虎丽山 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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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组长大人 你不是说过 不再插手村外的事吗 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是说过 不插手村外的事 但是我没想到 你居然会是这种人 我究竟是什么人哪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还要劳烦您亲自给我绑 你说这在干嘛呀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妹 我真为你 身为一个躲心人 而感到耻辱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来人 见过组长 你可还记得我 见过萧将军 殿下听闻将军 清临王府 以命人准备了南院 以供将军休戚 原来他是你的人啊 怎么 你害怕了吧 我对南昭王 他们那会儿的阴谋 早有防备 小月是我安排 潜伏在王府中的野妾 从你们第一天到南昭期 我就对你们有所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小月都亲眼所见 我亲眼看见 今日南昭王亲自将你送出王府 还说什么事成之后 王府再会 原本组长以为你们是好人才出手相救的 但没想到 你早已与南昭王暗中勾结 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我是为了救人才这么说的 他们地球援管这个叫缓兵之计 你 既然潜伏在南昭王府那么多日 那你应该知道萧家姐弟 现在就在南昭王手里 我好朋友二牛 现在也被困在地空之中 我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的 组长大人 你可一定要相信我 别再欲盖秘证了 别想用糊弄地球人那一套来糊弄我 我可不止这一套 这不是那个冒牌的宋大人吗 你对他做什么 这是一台生物分解鱼器 它能瞬间将你肢结变成肉泥 你若想试试 我倒是乐意成全 宿长大人 宿长 鬼板石起火了 看好他 别让他给我跑了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刻启动机关 是 莫要慌乱 都给我退下 清烟 曹西风 快快救我 快 我们走 我新族的地盘 岂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唐清风 鬼板石纵火 是你干了吗 没错 在下本无意忘返 但你们欺人在心 我为了救清烟 也只好出此瞎策 混账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你们除害 你却不知好歹 把人给我交出来 我可以不计纵火之罪 免你一死 清烟与你无怨无仇 你之前还出手相救 怎么 突然之间就要赶尽杀绝 还用如此歹毒的手段 对付一个弱女子 我为什么会赶尽杀绝 这个问题 你应该问你 这个好妹妹才是 说呀 不管清烟做错了什么 有什么得罪之处 说到底 都是我这个做大哥的 教导无方 若是族长 想要抓他 以示惩戒的话 我唐清风则无跑奈 看来你是真想死 好 那我就成全你们 二大五 你 你 你快走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的事 怎么能与我无关 与我在 谁也必须伤害你 浩宁的情深一重哥哥 只可惜 你被你妹妹的外表给蒙蔽了 现在为了稳定大决 我不得不亲手了结她 若再不让开 休怪我牵连无辜 三挡 原来你是她的儿子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你 全开 小心 怎么是你 这块勾玉怎么会在她的身上 她就是安悦的儿子 对不对 你要是救她 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 我不是为了他们 是为了你 陈队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给 给我的 这件事情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事情发展到现在 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当年 真的是想说 在下的孙世吗 其实你的生神母亲 就是昔日的南昭大公主 她的另外一个身份 是安贵妃 所以说 你的生神父亲就是当今的圣上 你就是她不折不扣的黄章子 为什么每次我回忆的时候 你们都要打断我呀 陈妹 您请继续 勾玉的来临 完美其实并不知道 这块勾玉是当年极乐赠给我的信物 蕴藏着天人之力威力无穷 公主远驾 身为南昭大将的我担心她的安危 所以将勾玉转赠给她 希望她一世安好 可惜天灾人祸 大唐难逃斩祸 等我找到公主的时候 也正是她临终之时 因为南昭和大唐已经开斩 所以她将你托付于你的养父 而不是注定浪迹天涯的我 前辈 过去的事 请让她过去好了 你不想报仇啊 你不想打回属于自己的皇位 我只想守护一人 让她永远开心 不再有烦恼 那你就自己好自为之吧 阿布茶茶 你不要让本将将抓到你 否则的话 我一定把你关到头等监狱 终生监计 你们仨赶紧把本舰长放了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我就让那边那个又粗又胖的大脑袋 削你们啊 大脑袋 你的这片挺有面啊 本舰长一定会回来报答你的 小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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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段飞跟你说什么了 为什么不让我听到 都是一些无关己见的老师 不听也罢 太险了 如果不是段飞即使出现的话 咱们两个就要被吉乐抓住 让他但回去做标本了 还好 还好你没事 你真的那么在乎唐青叶吗 未来他连你的命都可以不要 什么他 是你 因为是你 才想保护 那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吉乐要抓我吗 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危及你的安全 就不行 可我安然无恙地 从南昭往府顺利脱身 你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不管什么理由 我都相信你 你胡说 你才不会相信我 当初你就是怀疑我冒出了唐青叶 对我用刑的时候 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 我唐青风说的话 绝无半句虚 我说相信 便是神仙 此刻 就算是你想杀了我 我也绝不会有万分之一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 因为我们是亲人啊 好 我今天就杀了你 看你会不会像说的 你要相信我 但不过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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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地怀疑你 一次次地伤害你 是大哥对不起庆燕 往日里受的所有委屈 今天 我都数为疯还 唐靖风 你就是个疯子 庆燕 你怎么了 你记住 是你说的 你会相信我 小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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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小如意 小如意 你醒醒 小如意 你快醒醒 你再不行你没命了 算了 不管了 好大的狗胆 竟敢冒犯本将军 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才懒得碰你 还有 本舰长是猫 并并没有狗胖 并没有狗胆 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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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他是谁啊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南昭王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他为什么要抓我们 南昭王他 不行 我不能透露 南昭王是多情人的秘密 说出来还不得吓死他们呀 南昭王他图谋不轨 这里全部是他 暗中制造的傀儡人偶 叶良阵被屠杀 就是他派这些人偶 冒充唐济中所为 还有 他最大的野心 就是推翻你们大唐皇朝 将所有人 换成他的傀儡 听他号令 为他所用 唐老将军果然是被陷害的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好 走 等等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要找 姐 这个人是谁呀 又粗又胖大脑袋 哦 他是我的副官 此次是秘密协助我们来行动的 小白脸一个 你要找什么东西啊 我要找的是一块石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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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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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要 他要造反 不行 不能让他得逞 我得找找 如此机密的事情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说 我说过 我是从天上来的 无稽之弹 找到了 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你很多秘密 比如说 他是你弟弟 再比如说 你是齐王的人 还有 你有一只 无比帅气的猫 闭嘴 找到了 不是 其实你本性善良 为什么要装作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你知道的太多了 找到了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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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之眼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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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没事吧 唐清风 你没死啊 唐清风 你居然没有死 别来无恙啊 阿里殿下 你记住 是你说的 你会相信我 原来你是他的儿子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你 全开 小心 小心 怎么是你 这块狗鱼怎么会在他的身上 他就是安月的儿子对不对 你要是救他 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我 我不是为了他们 是为了你 什么意思 乐乐 您冷静一点 别一时冲动伤疾无辜 你心中有疑 可以把话说出来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搞懂 说说说 天天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你老实交代 若事出有因 我绝不为难你 倘若 有半句虚言 你就永远别想再回陀兴 我是无辜的 这件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是南昭王 他掀斥了二牛和小家姐弟 以作威胁 让我完成他的任务 才能保证他们性命 什么任务 杀了唐清风 用他的性命做交换 这个南昭王 先是以一粮镇压 诬陷我爹 现在 又要将我赶尽杀绝 这背后 一定有巨大的阴谋 其实南昭王本名叫阿里 他在地宫中 造了很多的傀儡人偶 我们之前见的那个刺客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拿这些傀儡 代替朝中重臣 得以谋创篡位 就这些 还有什么隐瞒 我还有什么好隐瞒呢 我明明是一番好意 却让驴给踢了 清夜纪一五一十地跟你说明白了 前辈还是不要多多逼人的为好 即便此刻他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你迟早会吃苦头 这是个误会 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重要的是如何救人 我们得要联手 同处敌开 在下倒有一计 什么计 快说 有话快说 在我面前就不要故作老城了吧 此计定可 解除你星族隐患 不过前提是 你必须向清夜道歉 放肆 先听到的如意再说吧 说 此计无需一兵一卒 只需我唐家兄妹二人 即可攻破南昭王 真是大眼不惭 族长既不相信 那我二人就先行告辞 清夜 我们走 你真的有办法对付南昭王吗 其实你大可不必向极乐提出那样的要求 他身为组长 有保护整个部落安全的责任 而且我一点都不介意他打伤我 况且大部分伤都是你替我受的 你不在意 我在意 是我被欺负了 我都不在意 你在意什么 我在意什么 你觉得呢 小兄弟 极乐并非诚心为难 若是有得罪的地方 我愿带他向另一位道个歉 勉男 如果今日是极乐受这般侮辱 宁可忍心 放任不顾我 唐清风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我现在正宠向你妹妹道歉 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 共同对敌 有人照着的感觉不赖吗 关口头道歉就行了吗 一点诚意都没有了 是不是应该有点实际行动 表示一下 好啊 你想要什么实际行动 你再得寸进尺 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唐清风 组长大人 我是开玩笑的 您的歉意我已经心灵神会了 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倩我也到了 你说吧 你究竟有何妙招 顺水推舟 就义男章王之义 杀了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